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我Jason 今天來到4月21日星期二 去到MCA行動管制令的第35天 今天當然要先跟衛生總監樂希先生說快樂 HAPPY BIRTHDAY 我見很多人都有發訊息 當他開Live的時候 各大報紙的Live 所有的人都跟他說HAPPY BIRTHDAY 這個很厲害 他是這個MCA期間的一個英雄 對於馬來西亞人來說 他本身是一個華人 但是他也有進入了穆斯林 進入了回教 所以他有一個不是華人的名字 所以他有一點點背景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在Wikipedia 搜尋一下他自己的故事 我這裡就不詳細多說了 今天的新確診數字各樣的資料 都跟之前差不多 本來預計說今天可能會比較高 結果今天的新增的確診病例 只有57 即是昨天加上去的那二十多個 今天都是二十多左右 所以都是偏低的數字 康復出現是五十四個 死亡病例多了三個 我看到數字上當然是保持著一樣低 今天檳城依然都是零的 檳城依然都是零的 數字沒有變過 治療的也是沒有變 還有十三個是在康復當中 沒有完全康復 我看見今天有幾樣東西 可以給大家知道 第一 馬來西亞本身 昨天說的吉隆坡 批發市場 趙婷 所以他們那邊會不會有些食材的供應會受影響呢 可能會 即是蔬菜、海鮮、肉類 有些批發市場會停止運作 很可能會有些影響 另外有一件事是說的是剪頭髮 因為現在馬來西亞的理髮店是不開店的 有些理髮師上門幫客人剪頭髮 結果都要被人罰 結果都要被人罰 他們每人罰了一千 即是不論幫人剪頭髮那個也好 或者是給人剪的也好 都有罰錢 他們就割罰了一千 即是可以罰錢再加監禁 但他們這件事只罰了一千 如果他們付不了罰金的話 即是付不了罰款 那就要每人坐一個月監去取代 所以你想想一千元 對比起一個月監禁 其實他們的罰款都挺高的 還有今天的油價 油價是去到負數 我不懂得看股市行程 油價的價格 但我知道它跌到很低很低 去到負數 不需要錢送給我們 這個就不明白了 當然這個是原油價格 原油價格 石油的原油價格 也挺影響馬來西亞的馬幣 馬幣會繼續跌 而且也影響馬來西亞的經濟 因為馬來西亞也是石油的輸出國 所以對它也有一定的影響 另外現在行動官制令 每個人都不可以出街 變成這裡很流行的 大家來到不會坐巴士 就是在賓城 大家會叫Grab Car 或者其他的叫車服務 他們都受到挺大的影響 因為不出街 不出街就是沒有遊客 沒有遊客 一來就沒有人叫車 變成他們的生意都很大受打擊 我想也挺慘 希望這個MCO快點結束 各行各業都盡快回復正常 大家可以過一些正常的生活 另外又看看馬來西亞隔離的新加坡 因為最近經常都說起他們 因為實在是貼得很近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關係 是有點像中國和香港的關係 又是貼得很近 有一點不同的背景 就是新加坡本來是屬於馬來西亞 就是馬來西亞聯合政府的其中一個地方 後來他們自己拆了出來 而香港呢 本來就跟中國是 叫做永久割讓了 但是後來又回歸了 有一點像樣的 有一點像 但不是完全一樣 都是隔一條河 就是橫跨這個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就是香港和中國一樣 隔很近 今天新加坡過千個新案 就是這幾天都是不停的 九百多 七百多 六百多 昨天千四 今天過一千 所以他們現在 本來他們都有一個類似的行動管制令 他們叫做什麼呢 他們叫做阻斷措施 本來去到五月頭 現在再延續一個月 因為他們每一天的新增個案 主要都是來自他們的工作簽證的持有者 即是外勞 所以他們之前沒有好好去控制著一些 即他們之前沒有好好控制著 即好像馬來西亞一樣 一早就封了這個 不讓人出街 現在一發不可收拾就禁不住了 所以這些措施都真是二早不二遲 即是你早做了 還有你做得足 你確認好 即像馬來西亞一樣 他現在MCO 叫做成績表很帥 希望確認到 等到他真的去到個位數 甚至乎是在馬來西亞新增個案 真的出現到零的話 那就真的可以 整個行動管制令就可以結束了 今天21日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大家可以預計 預期之內 接下來這個星期的數字 都應該是少過一百 應該都是幾十幾十這樣 希望盡快可以 叫做圓結局行動管制令 大家可以自由一點 起碼可以去 可以出去 不像現在這樣 都不可以出禁 除了更新馬來西亞的 最新的政策改變之外 可能馬來西亞觀眾 因為我youtube 都挺多馬來西亞朋友看的 香港的情況如何呢 香港現在新確診的數字 其實不高的 現在都差不多過了一千 不是很多 因為香港大部分人 都經歷過以前的SARS 所以他們本身在早幾個月前 已經的意識非常之高 你看他們一早是搶好口罩 所有抗疫的物品 物資 到處去撲 所以他們的意識都高 出街都基本上 絕大部分都是有大口罩 雖然你看他們現在都會 經常出街 去一些店舖 例如一些空焙店 或者一些雜貨店 或者一些人物百貨公司 他有一間日本很出名 香港現在越來越多分店 的Donkey 是超多人的 就是我老婆告訴我 但是他們也有自我衛生 香港人經歷過SARS之後 他們很多地方都能保持消毒 做了各樣的措施 所以香港自己是可以的 但是政府當然也有些措施 好像之前那樣的限聚令 即是不讓你這麼多人聚集 有些食店 譬如你本身的食店可以坐到50個人 現在不讓你坐超過一半 即是不可以多過25個 也都每一張桌子之間 要有1.5米 好像1.5米的距離去分開 每一張桌子也不可以坐超過一半 好像是 但是他這個措施 就會 將會取消了 將會取消了 即是說他這些各樣各樣的措施 所以就會再延長 延長到5月7日 但是這個限聚令 即是每間餐廳不可以坐超過一半 這個限制就會撤銷 所以他會怎樣撤銷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到時才知道 昨天我的影片 就講到關於這裏的電訊商 手提電話的網絡供應商 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告訴我 哪一間好哪一間不好 至於他們告訴我們 第一 有些人說DG最好 排DG 然後Massus 然後Zelcom 然後U Mobile 即是這四大間 當然還有其他不同的公司 但其實他們都在租用這四大公司的那條線 所以我主要會圍繞著這四間 也有朋友說 有間叫Webe W-E-B-E 他說也不錯 也有無限相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有些不用簽約的計劃 可以試一試你住的範圍 或者你會經常去到 譬如你住在Gurney附近 或者你經常都會去Tesco 或者在Gurney附近 你可以買了一些P-Pay 試一試那些地位收得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 那你可能就再決定他長不長用這一間 或者可能再轉另一間 都可以有得選擇 這些就是各大朋友他們 feedback回來 因為這裡就比較少少特別的 是不同的網絡供應商 他們在不同的地位都會有分別的 有些區就不說一間好些 有些區就另外一間會收得比較好些 所以要大家試一試 今天暫時未想到其他東西分享 如果大家想我分享馬來西亞、檳城 有些什麼我之前在YouTube上 我未講過的 大家又想知道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可能其他各樣房屋 住屋 汽車 或者怎樣都好 大家都可以告訴我 我就會做一做地理收集 整理一下 然後再給大家更新的資訊 今天這個報道就是那段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